另外台股今天持续反弹的动能之一 也来自生技医疗族群 其中生技股王宝瑞靠着营收获利创新高的基本面 激励今天盘中股价上扬 也让田习的力道打增 而AI浪潮还涌向了生医族群 台湾半导体优势跟医疗人才互相配合 也共同发展出AI智慧数位医疗产业的软实力 台股持续反弹 神级股四大天王也来助政 股王宝瑞7月营收 创17个月以来新高 接力盘中股价上扬 天息达8成 而AI浪潮也涌向生医族群 只是用AI把原本的档案丢上去 它马上就自动分析化 这是一个把影像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技术 另外一个把这些技术已经出来的影像 投放到病患身上 可以做医病沟通 就像这一颗上了颜色的心脏 把影像从2D转成3D 戴上VR眼镜后 医生跟病患沟通将更清楚明了 现在发展的这套技术 是有绝对的先进 目前台湾已经有6个医院在开始采用 用来做手术 用来做教学 我们觉得我们很有信心 很快的除了台湾的市场之外 我们会开拓到海外的市场 户归新业董事长薛明志 从半导体转战生医产业十年摩一件 利用科技力与尖端医护人才合作 正积极抢攻智慧医疗商机 我们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的循环互动非常的快 那大家晓得就是说新的商品 尤其是医疗方面东西呢 一定要经过反复的验证 而且呢这个会这个推陈不新 数位科技也改变了医疗器材的推陈初心 这一次排开的都是台湾自己研发的新产品 一样是手持超音波 这是欧洲的客人也是跟我们合作 是用在畜牧用的 那一样是MIT的产品 然后下到欧洲 还有这个微创手术用的大脑内视镜 也是全球第一支 升级医疗随着AI技术快速发展 应用场域与范围也更百花齐放 记者朱岳英勇哲新竹采访报道